吃早饭啦 藕粉 豆奶粉 昨天买了面包 简单吃一点 我们去逛一逛白沙古镇啊 车子就停在了白沙壁画 这个停车场这里了 这个停车场很大 钢子台阶来了 应该不收费了 看 这里是可以看到雪山的 不知道这个雪山是不是玉龙雪山啊 这么近吗 玉龙雪山 我们准备去转一转 白沙壁画 白沙壁画的门票是20元 我们决定先去白沙古镇转一转 看一些云南多热吧 这边的迎春花已经正向恐吓的 已经开放了 白沙古街我们来了 这两天人好像多起来了 看到没有 好想买这种民族服饰呀 这些东西我们在西藏也看到过 来问多少家 这多少家 20块 20块 你这个不是赢的吧 赢的 这个松唐好带呀 这上面你看还有一个果子呢 上面上面 好看 白沙古镇 白沙古镇 白沙古镇的人稍微多一些哈 我们转到这里转过来看一下 雪山 白沙古镇历史悠久 风景优美 文化灿烂 被誉为 被誉为中国西南 古 古 那西 王国之都 是那西族在 丽江坝最早的居住地 就要完整地 就要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 一千多年来 那西族在 那西族在 丽江的活动历史 白沙是 那西族 东巴文化的发扬地 是世界 世界记忆遗产 东巴古籍文献 重要诞生地之一 是唐代三殿总管设置 制所的地方 是唐宋时期 丽江坝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是牧师吐司的发祥地 白沙古街 是丽江最早形成的集市 是世界文化遗产 丽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众多的历史古迹和文化遗产 是白沙戏月的诞生地 和白沙壁画的所在地 拥有六个国家和省市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六个国家和省市级文化保护单位 白沙古镇也是 那西族民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每年努力正月十五的帮帮会 正月二十的当美空谱 二月初八三多节等 那西族传统节日都发源于白沙 那西族的三碟水 风味小吃 鸡豆凉粉等都发源于白沙 这个是什么花嘛 像兜农一样 这就是中国艺术 你看这个墙垒得真漂亮 这个院子弄得漂亮 这三朵 是什么呀 蚀子 小蚀子 以前我们家也是有这一棵 这小小的 这就是水了 流汤 哎呀流口水了 这蚀子啊 哎呀这个燕子真好看 这个花养得好啊 这三朵 这三朵 你拍这三朵 这个多肉也好看 你看这些多肉 在这个枯树上 都长得很好 这是养花人的天堂呀 你看种的多肉 种的好好呀 橘子树 这棵树 山上很多呀 你看这个 放在花盆里 就是一棵井啊 我们昨天沿路 看到很多很多这棵树 纳西族的铜锁 民国时期的 这个是清代的 法郎 烟袋 铜锅 这火锅 这里啊就是 打这些锅的这些工具 我们刚刚去逛了一圈 白沙古镇啊 白沙古镇不大 但是白沙古镇这个 没有那么商业化 白沙古镇的话 也可以看到雪山 风景非常好 离白沙古镇不远的 白沙画壁这边 有一个很大的免费停车场 我觉得自驾游出来啊 特别是床车和房车 特别适合在白沙古镇这边 露营几个晚上 我们在这里玩好之后 等一下会去 丽江古城去转一转 其实丽江古城 还有树河古镇 我都已经去过了 四川的这堆小夫妻啊 他们之前都没有来过 接下来再带大家去看一看啊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